非常惊险的还要带你来看到 就是嘉义在下午发生了连结车 撞进民宅的意外 这屋内的老夫妇被突起来的撞击 下出了一身冷汗 而连结车的驾驶 以及车上的两名小孩 也一度受困车内 经销赶往现场将五个人送医 不过呢 这民宅已经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客厅也一片狼藉 这房子恐怕已经毁了 整台连结车就这样撞进住户 民宅半个车头卡在墙壁里 把住家墙壁撞出一个大洞 整个客厅残破不堪 砖瓦碎成一地 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当时在家中看电视的陈姓夫妇 无故遭到连结车撞进民宅 吓到呆坐在一旁 经销到达现场之后 赶紧将两人送医 而冲撞的连结车 车头全毁 驾驶也卡在车中动弹不得 除了连结车驾驶 车上还有两名孩童 受到严重惊吓 最后警销出动破坏器材 才将他们安全救出 后来那个连结车司机 受困了 我们用那个破坏器材 让他协助他脱困 他目前生命真相稳定 恐怖连结车冲撞民宅 把附近邻居都给吓出一身冷汗 所幸当时在屋内的陈姓夫妇 只有轻微插伤 并无大碍 注意连结车造势原因 还有带警方厘清